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全国防疫提升三级防疫 乡镇公所也积极宣导各项防疫措施 19号上午寿风乡长 刘耀宗就前往乡内各大卖场 以及人潮可能聚集的热点 视察宣导防疫工作 就是希望大家共同做好防疫 守住疫情防线 清洁队员一早便在寿风火车站周边 进行消毒工作 另外一边消毒车也同样 穿梭在大街小巷 不停消毒 新冠疫情严峻 全国防疫提升到三级防疫 乡镇公所也积极宣导各项防疫措施 19号上午寿风乡长刘耀宗 就前往寿风 池南 智学 向量饭店以及餐饮业者宣导 除了业者一定要全程戴口罩之外 入口处还要设置消毒设备 加强防疫 我们不要轻忽这个疫情的扩散的能力 希望我们乡亲平常外出都要戴口罩洗手 清洗手 这个是攸关我们的乡村的生命的安全 希望我们这个疫情赶快隐留我们 我们结合了卫生所还有村长 村办公室 还有我们乡公所的工作的人员 来在这个商店街 然后做一个拙见的嵌导 有不符合规定 希望我们乡亲能够遵照 我们中央的疫情的相关的规定 大家遵守把这个环境防疫的工作做得好 我们都加强在我们的公共的场所 比如说车站 教堂 庙宇 还有那个学校的教育单位 还有公共的设施 我们都一次是足次的 很加强的来消毒 刘耀宗也要求清洁队持续进行巡回消毒 让大家共同做好防疫 守住疫情防线 记者刘明胜 寿峰采访报道